美方针对特定国家企业及产品采取歧视性做法 违反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 扰乱国际贸易投资 破坏全球产工链稳定 最终也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中方也注意到美国业界对此有不少的质疑声音 美方应该做的是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名 行打压遏制他国之时 为各国企业营造开放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